刷铁机还能这么简单 有个同学要抓板刷铁机 要了两年半 就不就心不如命找到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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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 是他 村民不管羊没羊 就这么挤在一匹方米的空间里 可以看得出他们慌的一匹 因为身后就一只凶神恶煞的僵尸 这便是独属于抓板的恐吓流 他的工作原理是 当村民感到害怕时 他们就会召唤村庄的守卫者 而这个守卫者就是铁汉汉 但他没有想到 他一出生就遇到了卑鄙的外乡人 从出生到烫头去世 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流程化 那么这个丧心病狂的装置是怎么做的呢 装置的设计来源于这位字母哥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村庄 然后还需要一个大小 至少为19x19的空地 钻石块的位置就是这片空地的中心 接着在中心隔一隔的位置 我们用辅助方块大高三格 把对肥桶放上去 所有像这样搭一个折角出来 接着从裤兜里掏出半钻 但需要注意这里是要上半钻 然后再用裤兜里的方块 像这样在半钻的三个方向各放上两格 这便是村民的床位 把床都放好了之后 我们再往床子上面再放上半钻 那懂的同学就懂了 这一步是让村民睡觉起床的时候 能聚集在半钻的上面 等这些都弄完了 我们继续用辅助方块 把上床的路给铺一下 这样村民在上去的时候就方便了很多 那接下来就是苦力活阶段 我们需要前往村庄 带三个身体力庄的小伙子 你可以通过破坏工作方块 让村民自个送上门的方式 也可以通过工作方块或床的方式 一步步引诱他们也可以通过强制性的路由方式 一句话怎么方便怎么来 等三个村民就位了 晚上都躺床上了 这时候我们再像这样补一个方块 上半钻放一放 在他的头顶 我们再垫两个方块 避雷阵一放 这就不怕下雨打雷什么的了 啊得了 这个方块记得要拆了 不然村民起床的时候 那就麻烦了 弄完了 我们还要在这放一个辅助方块 再把活板们贴在上面 能向下关 那就说明放对了 来到这里 我们还插最后一步 引诱一只设施卫生的僵尸 他看见村民 他自个就会自己走上去 但这时候他会卡在这里 我们需要把这个方块给敲了 僵尸就会掉进堆肥桶里面 现在我们一打开活板们 他就会像这样子卡在堆肥桶里面 对着村民就是干瞪着眼 来到这里 我们的刷铁机刷铁的部分就完成了 街头干嘛 愣着呀 现在我们来做收集和猝死的部分 先把多余的方块给敲了 不然铁盔的偶尔就会给你一个惊喜 并且这个惊喜还不是一次半次的 等这些弄完了 铁盔里刷新了 我们按下F3加B 这时候我们能看见铁盔里的碰撞下 以他为基础 我们挖成一个三乘三的坑 但需要注意四边的东西 我们还要再多挖一格 又愣着干嘛 截图呀 所以我们挑一边 像下载挖一格 把大箱子和漏斗放进去 再把一个活板门盖上去 那懂得同学就又懂了 对角线倒一杯水 这就是常见的流水收集装置了 一旦有物品掉下去 它就会被冲进漏斗里 进而进入我们的箱子里 下一步我们从扣斗里掏出告示牌 把它放在这三个位置 然后再往这两个位置 各放上一个告示牌 这样一来 岩浆倒在这 它也不会往外漏了 但可以看到 此时铁盔里还不会掉下去 所以我们还要在这两个缺口 各放上两个告示牌 完事了 我们还要在距离缺口四个的位置 倒下一杯水 如果你的水也像这样子两边流的话 那么你只需要在后面这 补多一个方块 也就是够四个方块 这时候你在倒车你就会发现水会往右边流了 而至于为什么 就得靠大脑解释了 等四个方向的水都倒完了 我们的刷铁机也就完成了 一旦有铁盔里生成 它就会被这个僵尸给吸引 然后就是掉进现金里 接着就是疯狂烫头 直直去世 挂机十分钟 箱子里有52个铁地和七朵花 也就说一小时它能有300个铁 在刷铁机的设计里面算是合格的了 更何况 在夜里它还能帮你去刷刷僵尸什么的 而对 如果你想多建一个刷铁机的话 那么你需要距离32个的位置去弄 因为一旦铁盔里生成 周边16个的村民就会进入圣贤模式 不再召唤铁盔来了 很难想象这个字母哥是在什么精神状态下 创造了这个装置